今天在苗栗就要來這裡泡湯了 就是特別開箱裸湯的部分 欸 還有SPY 它這間很猛欸 就是它有兩個小湯屋 房超大的 欸 它是著鏡頭欸 好可愛喔 哎唷 哇 它力氣好大喔 OMG 小隻仔 其實它這邊的製作餐 我們自己預估 照片師可能至少七八百以上 其實它Buffet比我想像中的力量超多 你 呃 塞紋 哇 好變臀喔 喔 哎唷 我天啊 再穿 穿不行 就冷卷度超低的 大家早安 想跟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先到苗栗這邊 沒錯 那我們冬天到了 一定要幹嘛呢 當然就是泡湯囉 冰箱 所以我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苗栗幾個厲害的溫泉旅遊景點 那我們這次使用的是 苗栗就這樣玩的方案 對 其實這幾年 苗栗一直有在推行 所謂的智慧觀光 玩到那邊都非常方便 所以我們待會的景點呢 也都會使用這一次的 苗栗溫泉電子旅遊套票 跟大家講如何 今年度真的泡得方便 舒服又開心 而且又有優惠啊 所以大家記得要看影片最後 你想要泡得爽 而且又可以省錢的話 我們會為大家做一個重點整理 而且我們今天有邀到特別來賓 誰呢 翔哥 就是我爸媽 帶大家一起來泡湯囉 沒錯 而且我們既然第一個景點 就直接進入泡湯囉 Let's go 走 哇塞 右邊那一條是游泳池 然後左邊全部都是溫泉區 屋簷下面其實也是 那我們就先去換衣服 等一下就直接去泡湯 好 而且我們目前穿著包廠 因為我們起得非常的早 直接八點就來了 走吧 現在裡面每人帶大家看一下 它的更衣室的環境 然後一進來女生這裡 這邊洗手間 而且它還有脫水機 然後這裡呢 就是大家的吹乾頭髮區域 吹風機我覺得用的蠻好的 然後這裡就是它的更衣間 這個環境其實很乾淨 現在來幫大家開箱 閃木時光露天風旅區 到底有哪些厲害的設施 這三池都是溫泉池 就是只是溫度不同而已 然後這兩池前面圓圓的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給兒童用的兒童池 它就是比較偏玩水 它不是熱的 那一區呢 就是SPA區的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設施 然後這三池 我覺得它算是不同溫度的中藥池 進來泡這邊的好了 來吧 這樣還可以躲個太陽 喔 這是很爛喔 有沒有 欸 很燙欸 我的天啊 幫你上一下的尾堆 超舒服的 你坐下來真的就會有一種 你整個人被鬆掉的感覺 來吧 坐在那邊 在那邊 泡個溫泉搞得像折磨 你知道它鬆你的尾堆 它有點像是那種仙草艾草味的感覺 快別這麼說 你對中藥材根本就不舒服 而且其實老實講喔 它的水很輕欸 欸 妳有沒有看在自己的皮膚 燙燙 滑滑的 確定不是昨天的沐浴乳沒沖乾淨 沒有沒有很滑 我會等你這個臉 然後 Lady就是 看到肉依多就是智障一點 已經下線一半了 沒有要認真拍了是不是 我們來看泡一下冷的看看吧 好喔 我來測試 喔喔喔 真的冰 哇 好冷啊 這個對我來說一定要冰欸 我真的覺得很冰欸 我也覺得它應該十幾而已吧 哇 你的肚皮在抖欸 真的很冷啊 好 五秒就好了 來 一二三 欸 可是現在很爽了 翔哥大學說好好的溫泉汁 好何必蒸溫 來 這三溫暖啊 喔 所以說它這邊還有烤箱跟蒸汽絲 好香喔 我覺得最喜歡烤箱的味道 其實這烤箱我覺得不太棒欸 因為它還沒開溫度啊 那我們現在去蒸汽看看 哇 哎唷 我的天啊 好像很燙 怎麼看不到人 怎麼看不到 還不清楚 就冷漸度超低的 我覺得Event的氣管裡面都是霧氣的 可是我覺得好舒服喔 因為它溫度跟 它整個裡面的濕度跟飽和度 就是溫水的嗎 應該是人的吧 人的喔 用我 真的是人的 你整個人好傷喔 北天裡夜的車嗎 北天裡夜 哈哈哈哈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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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逃魚肉魚 啊 太爽啦 好 那現在利用我們發達的時間 跟大家再快速補充一下重點資訊 草木石旺這裡呢 它的溫泉淘标會有兩種選擇 第一種就是像我們今天泡的 叫做露天風雨 然後第二種呢 就是像是比較偏羅湯類型的風雨 它是在它飯店的頂樓 對 然後我們現在泡完以後 我們至少也喝個茶 然後稍微再沖洗一下 就可以再去下一個地方玩囉 你不覺得今天行程其實很適合 就是你不論是親侶啊 或者是一家人 我覺得那女老少都適合 今天真的是帶我來天堂行程 我們現在到了飛牛牧場了 我們也是事先已經先買好一些票券 然後它現在其實都是很智慧觀光 等於說我們這樣 我們廚師我們QR會讓它來 哇 小心 哇 是不是我們摔手機 摔手機 好 再一次 所以我們出示我們QR Code給它刷就可以了 你也四張是兌換牛奶的 四張是冰淇淋鍵 好 對 我們用QR Code 就換到這些了 而且這樣上網買還比較優惠 水喔 走 出發 只是它還會有個Parking費 一台車好像50塊 肉依跟我說他之前來過這個飛牛牧場 但我具體一直想不起來我跟誰來 然後我什麼時候來超可怕的 我覺得我們今天的行程 非常的適合大眾 真的 連小朋友都可以 難得這次帶爸媽來沒有行程很操 真的餒 不然平常你爸媽也都是跟我們走這種 很虐待的行程 可是你知道很多人讓我很受不了 就帶爸媽去冒險 你就說什麼 這樣的行程對老人就怎樣怎樣 很累很累 就說是冒險 各位同學 今天要享受何必我們不包車呢 哪隻手牽手 喔 你說這個喔 喔 有欸 阿翔麻衣應該是這樣吧 我覺得很像欸 我在想上100分 非常優秀 好可愛喔 它就是那種甜鴨 而且你看它趴在那個石頭之間 超栽的 吃吃吃 淺淺淺的 而且你看你看 它們其實也喜歡躲陰影啊 跟我一樣 你看一堆大肥牛 肉依後面就有一堆牛 只是它們都在發展中 它們現在在困中島了 左邊那是什麼碗熊牛嗎 為什麼它的面中都黑色 我覺得上面那裡有一點像黑熊 黑色那隻 你們給我起床 現在才幾點就想下班了 這是乳牛的休息區 哇 好大隻喔 嗨 嗨 奶牛 它的眼睛好巨大 你沒有緣分 你摸吧 我的心已碎 它知道它的早之後沒行難 哇 有 這邊還有隻貓 早就終於喜歡的是我的 主動想要來入窩 懂完喔 真的欸 欸 怎麼大家都喜歡翔哥 你已經不只照風一天了 掰掰牛 掰掰貓 是一堆大臭羊 八倍多黑肚綿羊 我跟你講在前面的動物沒有給你溫暖 沒關係 這已經花十塊 你可以有很多溫暖 真的 大家過來集合 里長要發那個 李明福利 唉唷 哇 它力量好大喔 Oh my god 哇 你還把它撥走 欸 真的會搶欸 搶到爆得搶 剛剛有個跳橋摸它的頭 來 對你 就是你 你看它 喔 又搶的咧 欸欸欸 你看你看 啊 它一直勾走 喔 你看 兩隻手把 喔 還沒有 哇 你看 阿翔拔的二頭肌 它已經當成羽球的反手牌在練了 它們沒有在那邊隨意餵 都沒一隻肉糞的那種欸 小吃蛋 我幫它動作好笑 人家可能會遠遠聽到 會以為這有什麼遊樂設施 你怎麼只是這樣很平穩餵牠 其實牠不會咬到妳的 而且牠反而會很溫柔的 用手頭填妳 只是牠頭的力氣很大 娘 牠那個血牠就上來了 牠上去了 牠上去了 你媽媽說這個可以餵牠們 哇 好聊欸 好聊欸 好 直接過去了 好聰明喔 牠在等我 唉唷 我到太快了 這個就叫做努力的孩子 有飼料吃 多喔 對啊 前面蝴蝶蠻多的 沒有人會停在你手上 牠們只會停在我身上 真的欸 牠的羽毛真的蠻漂亮的 很直 好可愛喔 牠枯葉蝶吧 這隻最大 這隻比我們剛才看的蝴蝶大概兩三倍大 牠的肚子 你看牠在西密欸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邊就是蝴蝶館 其實外面就蠻多蝴蝶的 我希望裡面是更精彩的 牠們跟樹葉變成保護色 這個蟲蛹是金色的 好扯就是 大自然怎麼會有這種顏色 所以這是自然原生色欸 原生的嗎 這帥爆了 牠們在交配欸 是嗎 牠不是媽媽帶著小孩嗎 欸 小鴨欸 這鴨鴨有多可愛的欸 好小隻喔 哇 好忙喔 有點像我們在越南這樣子對不對 欸 牠在著鏡頭欸 好可愛喔 欸 真的欸 牠很像手部馬殺機欸 很可愛對不對 出來放風了 然後你看 旁邊都跑過來了 你看 你看 你看牠屁股 牠鴨大千石 呱呱呱呱呱呱 那牠現在就是 固定的時間點會有一些 不同的動物的活動 那我們現在剛好遇到 牠鴨的活動 別跑別跑 嗇嗇嗇嗻嗇嗇嗇嗇 牙齁嗇慕實 欸 呵呵呵 走吧 那我們現在要去幹嘛了肉依 我們要去 補充能量 那就是說什麼補充呢 吃冰喔 對 還以為是再給我一坨芝麻 還有吃如果 對 我要上五盪 那我們這次訂的門票呢 是在中台灣好晚卡 買的飛牛牧場電子優惠票券 所以它的門票就還有包含這個 鮮奶 然後還有冰淇淋的兌緩 所以我們要來補充能量了 對 其實中台版好玩卡 它還有非常多不同的組合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買 然後它還有這裡 就是有一些DIY體驗的客人 我覺得很適合親子 好 來吧 喔 它鮮奶跟香草冰淇淋是60元一個 這樣好像優惠蠻多的 因為門票280加這個60 然後那個牛奶又要30幾塊 所以這樣就370幾 而且你只要一家人的話 對 你這樣整起來的金額就比較客觀 沒錯 你看我爸從頭到尾迫不及待就是 就是冰 直接動手 你說你 我吃我的 你要知道為什麼我平常會講 真的齁 乾杯 我爸爸是用冰淇淋 我真的很久沒喝先來了 它很香啊 很香 我想問這個 我的師傅 冰好吃嗎 每個冰都好吃 每個冰都好吃 這句話就對了 今天行程剛緊張 緊張 緊張 那底下又要去泡堂了喔 好 一日雙泡 雙泡啦 雙泡 哈哈 白天 登登 我們現在停頭車了 然後他們有接駁車 已經接翔哥道的停車場 也就是入口這裡 那我們在哪呢 我們在泰安關子這邊 我們是不是只有泰安 還是說就是台灣北部 或是其他地方 我覺得這裡其實是一直都非常有能力 我們很早就有耳聞了 那所以我們今天在苗栗 就要來這裡泡堂了 然後據說它有泳池 然後我們會享用晚餐 對 那我們就為大家開箱 今天的主廚吧 走 沒錯 出發 我們現在車車停好之後 他們很貼心 他們有那個遊園車會接駁你 所以行李等一下會幫我們收到房間 然後可以Check in之後 然後走過去 這裡就是Lobby 我要來開箱它的公共設施 有哪些東西呢 這裡算是休息等待 然後越南室 然後它有飲料 我們有跟泰安關子他們先講好 所以就是特別開箱裸湯的部分 然後聽說這裡裸湯腹地超大 他們有提供梳子 哇 還有滷液跟順髮液耶 對 這邊就是他們的裸湯區 欸 還有SPA耶 然後那個是蒸氣室 好 那現在是男生的部分 男生是不是比較大啊 男生竟然就直接是SPA招待 我覺得男生好像比較大耶 那邊還有蒸氣室跟烤箱 現在要來開箱201號房了 對 這是我們今天住的房間 我們這間四人房進來了 它這邊有桌子 它上面有一些糕點 然後它這個牙刷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那應該是牙刷肥皂或者是浴帽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很厲害的浴室了 它這間很猛耶 就是它有兩個小湯屋 然後泡一泡還可以坐著 比如說我們的浴室是這樣 它有一個大瓷跟一個小的那一瓷 然後它的沐浴乳洗髮乳那些都用蠻好的 是茶子糖的耶 這裡就真的給我一種 好像就是真的你來山林裡放鬆的感覺 所以它使用的主題都是大理石 要不然就是結合自然木材啊那些東西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床鋪的 我們是四人房 床超大的 而且很舒服耶 它的軟硬度很剛好 那我們就來去開箱今天的重點 當然是溫泉區了 對 走吧 好啦 我們就去泡沙囉 來去玩 然後那邊是泳池 然後這邊是溫泉池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探索 我們的秘密基地 這邊的bar呢 它的飲料是已經包含在我們的住宿裡面 就可以直接給它點 它目前可以點的飲料就這些 這裡是我剛偷看沿路 讓我覺得最喜歡的一區 各種SPA設施的區域 這區其實也是溫水 然後那個床其實都會噴氣 大概有水質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一下很奇異的事 其實這裡也是溫泉池 欸 這區可以泡嗎 可以啊 它有樓梯 然後它其實有溫度 有座椅 哈囉 是不是很漂亮 然後這一區這一區都是溫的 到泳池了 在這裡就只有泳池 不一定一定要帶泳池嗎 它泳池算是超長的 應該有七八十公尺以上 我感覺好像比一般泳池還長 然後再過去就是有泡腳石 溫度比較高 然後還有其他兩三個室內的溫泉區 等於說如果你白天來的時候 怕曬太陽的同學就可以去那邊 好 那我們現在要去泡湯了 因為它這邊的好處就是 你可能可以邊泡溫泉 然後邊享受大自然的那個景色 對 而且今天藍天白雲 然後又有綠綠的山 我要下去了 好舒服喔 翔哥竟然勇敢的跟我說他要去泳池 雖然說現在還是有陽光 但我覺得還是蠻冷的 放棄吧翔仔 好冷的 欸 畫面看過去超漂亮的耶 就是泳池 然後山 然後也有藍天的白雲 還有一個美食人在游泳喔 然後還有的很紅 真可愛 躺啊躺啊 躺啊 patient 驚啊躺 sight 哇 好變�喔 �啊屎 - 走囉! 我們現在到晚餐時間 然後它是五樓有那個Buffet 所以我們要自己去自取 看起來還蠻豐盛的 看一下彩色 總共有三四拍左右 那它晚餐呢 好像是分成Buffet 然後客人比較早的時候會變 可能類似給你一個Set之類的 然後包含可能水果啊 然後冷盤熱盤 哇 香辣流度 對啊 我太愛了 欸 這個煙燻鮭魚欸 我媽說小姐很好吃 欸 我們來吃它的炸螃蟹 很多我喜歡吃的東西 就是它有牛肉的海鮮也有 然後肋排豬腳 然後還有這些海蛇皮類 對 然後還有牛肚 其實它這邊的自助餐 我們自己預估 在外面吃可能至少七八百以上 其實它Buffet 比我想像中的厲害超多 這個老實在乎 真的 你看冰的形狀 一挖下去三公分 馬上知道這好不好吃 色鮮的標群 吃得很飽 那我們現在吃完了 來到了就是餐點的concution時間 鼠耀山現在講出今天 你最難忘的一道菜 那個樂牌 小卷 小卷吧 它小卷其實沒什麼調味 單純新鮮而已 豬腳 豬腳 我總覺得它今天最滿意的是冰 但它對冰不太滿意 它覺得口味不夠多 好 等一下你再去泡湯 日日三泡 變環間泡湯 對 環間泡湯 Manty是不是它有提供的 快木金有露 這我第一次看到 那是什麼東西啊 可以夾在你的溫泉裡面 而且它很神奇的是 我就有發現說 為什麼他要給一個大吃又給一個小吃 它那個好像是拿去泡冷的吧 對啊 它多冷的 你住久 其實它還滿長的 這個高度感覺它大概有 應該150公尺吧 所以我覺得這裡是 就是四人的房間是OK的材質 其實在那邊泡滿舒服的 然後你情侶單獨或是小夫妻 我看好多小朋友在SPA去玩的超開心 玩了累了餓了 然後就去吃東西就去睡覺就好了 那我們直接切入重點的優惠時光 10月22號開始 限時優惠活動已經上線了 大家記得要上去中台灣好玩卡卡 我們這次的方案是苗栗就這樣玩 它有推出苗栗限定版的電子優惠淘票 大家記得打開影片下方說明明取連結 真的建議大家早點上網訂票 然後趕快跟飯店預訂 因為房間真的已經開始入東南橋了 我這次體驗了小木時光 然後還有太陽光之類 我真的覺得這兩個地方都滿適合 就是我們冬天搭 像剛翔哥講的各種族群來跑湯放鬆 因為它離台北其實也很近 然後它離台中也很近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交通很方便 然後也可以真正就是一個 貼近山林離開都市的感覺的放鬆選項 那這支影片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別忘了留下Like之外 要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想看我們開銷哪一個飯店 還是你心中第一名的溫泉住宿地呢 是不是有機會跟大家分享我們 就是阿翔爸媽私心推薦的第一名 -好 拜拜 拜拜 現在晚上也滿漂亮的 晚上好像很有氣氛 我覺得好適合剛交往的小情侶 請問我們還算剛交往的小情侶嗎 不是 我們已經算是交往很久了 好啦 我也覺得跟你在一起 這樣交往很久很幸福 -好 那麼... 阿翔說這一段把我剪掉 你看他直接 ignore我 呵呵呵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你